大家好 歡迎再度收看操盤高手 我是高憲榮 好 這兩天這地方很多頭子 在問憲榮老師 上次那個0093900940 兩檔高配息ETF沒有搶到 這個月又有幾檔ETF 也是高配息 也是月月配 現在這地方也要開始募集了 包括00943 00944 00946 這個部分可以來做搶進嗎 以及相關的成分股 又有哪些值得來做留意呢 這個部分很多投資朋友都很關心 我們一開始就先來跟大家聊一聊 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來看到 這是4月份下旬的時候 有三檔高配息的ETF要募集 00943是趙鋒發的台灣電子成長高息 等權重ETF 還有這個野村發的趨勢動能高股息 ETF 944 以及群藝發的台灣科技高息成長 00946 那當然這個部分每一家通常都是高息 但也有它的一個特別的地方 例如說趙鋒 943跟群藝都標榜著以電子或是科技股為主 搭配高股息的個股 那943的部分又強調一個等權重的概念 這個隨時都會調整它的權重 不要說過度偏重在哪一檔個股 那野村它發的叫趨勢動能 就是除了高股息之外 也要追求所謂的強勢股 所以這個地方過去的漲勢比較強 它就會去追簡單這麼講 那這個會陸陸續續在22號開始 到這個5月3號之間來做募集 當然這個部分能不能 這地方跟它來做一個搶劲呢 其實這個地方為什麼投資人 現在都在瘋狂 尤其在今年買進這ETF 之前就跟大家提到過 最主要就是這些發行ETF的投信 很厲害 很聰明 他們會設計出來說 這一檔ETF的成分股 把它回溯過去幾年的紀錄 然後告訴你 每年配息率都超過8% 9% 但這很穩定嗎 再來看到新的ETF發行價 又只要10塊錢15塊 那現在指數2萬多點了 股價這發行10塊15塊就可以了 好像很便宜 長期來看是不是ETF都可以賺錢呢 這個部分 憲榮老師其實在上個月 就3月中旬的時候 那時候全市場也是在瘋狂 搶進這00939 00940 憲榮老師跟大家講過 如果你說你要分批來做佈局 定期定額慢慢存股 那個當然沒有關係 但如果說你是一筆資金 想要跟他all in下去 或甚至你想要貸款 這地方去跟他拚一把做什麼套利 來買這些ETF 當時就跟他講千萬不介意 這是當時跟他講 我不建議你現在去all in 這些股票型高股息的ETF 那為什麼呢 再跟大家重複一次好了 第一個他們所設計出來 過去這個回溯 過去五年的配息 這個配息率可以達到8%到9% 但是你要知道 過去之股息不代表未來每年 都有同樣的股息對不對 就像00940的最重要的成分股 叫長榮 去年配息70塊 但是他這地方 今年第一季只賺了1.56 去年也才賺了16塊 還能在未來繼續擁有 這樣每年配70塊給你嗎 不行了對不對 再來也談到 未來的股利率 就算靠著平准金不變 所謂平准金就是 把沒有用來買股票的資金 現金部位拿來配給你 雖然說股利率看起來可以保持不變 但是你要記得一件事情 股價下跌的時候 你領到股息是會變少的 就是你10塊去認購 配息率如果是8% 配了0.8元 100萬配個8萬塊給你 對不對 可是掉到8塊錢的時候 你100萬剩下80萬的淨值了 配息率就算是8% 也只能夠配個64000給你 那個股息配出來的 不是用你投入多少錢去算 而是用除息錢的價位去算 這點提醒 第三個相關的成分股 股價都已經不便宜 所以就算新發行的ETF 只要10塊15塊 看起來感覺便宜 但是相關成分股 因為都已經被主力提前炒了一波 股價都到了高檔 準備出貨割韭菜了 對不對 所以你這時候跑去買ETF 不就是剛好當了課大型韭菜嗎 再來市場當時已經明顯過熱 眾人在搶劲 散戶在解定存 這個房子值押貸款 也要搶進ETF的時候 永遠記得 別人貪婪的時候要保持冷靜 等到別人恐懼的時候再來貪婪 所以我不是說這些高配息 股票型的ETF不能買 產品沒有問題 問題出在這個時間點 你跟他all in下去 那等到萬利大盤 現在兩萬零八百多點 來一個下殺3000點 你到時候賠了價差怎麼辦 到時候真正買點出現 你反而沒錢 所以我說你現在在別人貪婪的時候 先保持冷靜 等到哪一天恐慌性沙盤出現 再來跟他拚all in 這都可以 這點我的看法 現在仍然沒有改變 所以現在大家在瘋狂發行 搶進這些00943 940 946 一檔一檔來 我還是建議大家 現在不是讓你去all in 拚這些高息ETF的時候 但是也注意到 相關成分股 這地方看到00940在募集之前 相關的股價 你看到前面一個月 幾乎都漲了三成多到四成 這就是我之前跟大家所說的 很多ETF發行的時候 成分股先公開了 那大戶就會怎樣 先炒個一波 等拉上去 等這些ETF進場的時候 他們就可以趁機出貨割韭菜了 這叫萬般拉台只會出貨 對不對 所以當時也提醒了 這個3月14號 股價拉高上去要小心了 0093 9940上市之後 大戶就會趁機出貨割韭菜 所以如果你要做這些相關成分股的部分 兩個原則 第一個 如果說有一些成分股 因為都叫做高配息高息ETF 都是挑殖利率高的 如果成分股這地方 之前00940發行的時候 之前就已經被炒了一大波 這時候人家已經出貨割完韭菜 你就不要再碰 相對的你要挑就是要挑什麼 挑這地方之前比較沒有被炒過 再來反而有機會在00943 944 946 陸續掛牌之後 上市募集之後 就有機會再拉一波上去 這個部分我們也幫大家去篩選出來 包括像做面板材料的達星材 IC設計的瑞鼎 設備股的楊博 石英元件的經濟 記憶體的羽氈 鋼鐵股的長榮鋼 這個部分算是這一批新的ETF裡面 跟前面比較沒有重複到 相對也比較沒有被炒作過 你這個時候就有機會 比較有機會 有機會 但是第二個原則就是 那你記得在募集之前 可能會先拉一波上去 有心人都會先買好 所以你要等到這個地方 到時候才去買會晚一步 你要懂得提前卡位 等到募集的時候 可能又是跟著人家出貨割韭菜的時候 這一點也提醒大家 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好 回來繼續來談到台北股市 大盤的部分了 那指數的部分 當然我們之前已經跟他講過很多次 1月19號 那時候大盤剛從17956高點回跌到季線 跌了800點 跌到1751 接下來台積電宣布說 這地方今年營收目標要成長兩成 護國神山回來了 股價占回到六字頭 跳空突破之後 這地方我們也跟大家談到 接下來你會看到 外資開始要認錯繁多 那指數以及台積電 都會恢復多頭格局 漲到哪裡 高點都不用預設立場 那你看到現在已經從17956 18000 18619 19000 2萬點都突破 甚至21000都快要來了 真的高點不用預設立場 但是再三提醒的就是 接下來的盤勢 如果是靠台積電拉升 就會變成垃圾盤 台積電在拉升指數的時候 你會看到指數已經漲到2萬多點 漲得越多大戶越擔心越害怕 越害怕什麼 害怕哪一天 行情一旦反轉 可能就是又快又急 所以大戶也會怕 這行情萬一反轉下去 又快又急 到時候滿手股票來不及 跑怎麼辦 所以人家這地方就開始怎樣 有機會就逢高先出 或是現在就算要進場買股票 也都是短線為主 拉個一根紅棒 兩根紅棒 賞戶不追就算了 賞戶一追進搶進 人家馬上出貨 然後反手下殺 造成最後投資朋友就看到指數一直漲 投資人卻是賺指數賠價差 是不是這樣的狀況呢 真的 現在指數已經這兩天漲到20883了 可是你看到就像憲榮老師所說的 這地方很多股票都在反手下殺 最明顯大概就IP智慧財了對不對 你看到包括世新 從4500多塊 殺到這兩天剩下3000塊 那跌了多少 1500塊不見 創意這地方也是從這地方 開紅盤之後 開始一路的反轉下殺 智源也是開紅盤之後 一路的反轉下殺 從450 跌到現在剩下300多 今天還在破敵 那甚至更不用講之前的航運股 陽明這已經跌了多久了對不對 還有包括二三線半導體的這地方 這個像是利基電 也都還在破敵 所以你就會瞭解 我為什麼跟他講 其實這個指數 現在漲跌的關鍵 其實就是看台積電跟紅海 那有台積電跟紅海在輪流拉升的時候 多頭看指數的話 你會覺得沒有結束 但是就是變成拉機盤 拉紅盤 最後讓你賺指數 賠價差 所以才會提醒你做股票 我們做的不是指數 做的是股票的時候 股票賺錢的關鍵在哪裡 在掌握結構 太弱則強這八個字 那潛容毋用的股票 跟大家談到過 航運二三線半導體 這叫什麼 產業趨勢持續向下 供過於求 反彈要找賣點 不要想說股價低低的就好 對不對 這地方反彈你不找賣點 你看到了現在利基電 還在繼續往下破底 對不對 航運股這地方 揚明萬海 還在繼續往下破底 各位投資朋友 潛容毋用的股票 反彈要找賣點 那抗農有毀的股票 漲過頭 之前這一個多月 一直提醒大家 AI概念股 IP智慧財 你看到也是要居高思維 免得毀不當初 免得現在你看到指數在創新高 市新已經從4500 跌到剩下3000塊 智原從這地方459 跌到剩下300塊出頭 抗農有毀的股票都要小心 包括接下來重電股 也都有這個要居高思維 再來飛龍在天的股票 當然之前已經有買 現在就繼續的爆好 IC設計 眼球商機 三能商機 建龍在天的股票 低檔下一個Wi-Fi 7 車用元件 才是值得留意的焦點 那這是對大資金的朋友 你這地方要買 就是買在這地方 股價建龍在天的階段 也就是我說的 有成長加上存股價值的好股票 逢第一買進分批布局 等到哪一天漲多了 高檔爆大量了 就來逢高減碼 獲利如貸 這是操作的原則 當然對小資族來講 現在而言仍然叮嚀大家 其實最好的操作策略 畢竟指數已經漲到2萬多點了 就像我剛才說的 連大戶都在擔心 這個行情看起來多頭沒有結束 但是一旦反轉 可能這地方累積的龐大賣壓 一旦跑出來 哪一天美股突然就中錯下去 可能這地方是又快又急 可能到時候 連大戶想跑都來不及跑 那更不用講一般的散戶了 對不對 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 賺錢機會 當然我們要把握 目前多頭看起來還沒有結束 那但是風險意識可以忘了嗎 當然不行 那想要把風險降到最低 要穩扎穩打掌握賺錢機會 最好的策略 當然就是我所說的 快打當從 發揮我講的盤中滿手賺了就走 盤後空手高枕無憂的策略 那盤中滿手不用擔心錯失行情 有賺錢機會仍然努力把握 但是有賺沒賺盤後保持空手的話 自然就不用害怕 美股現在大漲 哪一天可能就突然反轉下煞 會不會哪一天FED宣布要降息了 結果利多處境反轉下煞 這個其實我們如果盤後空手 就不用擔心這樣才能夠顧好生活品質 早上賺到錢下午就去逛逛街 喝個下午茶晚上你盤後空手 不用半夜爬起來看美股 不用擔心美股會不會中錯 讓你的股票明天跳空大跌 安安穩穩睡得飽飽的 這才叫做生活品質 受到大盤趨勢影響又會非常低 因為我們操作靈活 快進快出之下隨時可以先買 也隨時可以先賣 重點是因為盤後空手 所以你避免了股票爆了滿手之後 萬一行情真的反轉下去 越套越深越賠越多 最後長期套勞 我們不會我們盤後空手 是不是風險自然降到最低 也不用擔心放空 我都講過很多次 台北股市 漲到這個位置 你可以保守沒有關係 但你不要隨便放空股票 尤其一月份 那時候一個回檔到17751 回檔到季線我都講過 小心你去放空 融券一旦大增的股票 到時候三月份四月份之前 主力又會拉高上去 讓你強制回補在高檔 被迫尬在最高點來回補 這是台北股市交易制度 對空頭不公平 所以我說過 為什麼這幾年都不建議大家 融券放空 原因在這裡 那我們不用擔心 用盤後空手 不用擔心融券會不會大增 會不會主力尬都不會 風險降到最低 錢還可以放在別的地方 升更多利息 讓你天天可以掌握賺錢機會 所以說這對投資朋友來講 才是最好的操作策略 跟賺錢方法 當然我也再三強調 我們做當衝 不是每天坐在電腦前面 坐在電視前面 看到什麼股票現在大單在急 在往上衝了 你就要趕快進去搶 行情好運氣好 或許賺個一點 但通常你也賺不多 可是行情一整理 你發現常常怎樣 一追就套牢 這樣可以嗎 我們提醒大家 我們坐當衝 不是每天在那邊盲目的 追高 追高 再追高 而是按照SOP 第一步觀察好盤勢 決定多空 第二步找到符合條件的個股 再來確認轉折 才果斷出手 但是最重要 最重要的是什麼 遵守機率 理性操作 那這地方坐當衝 最重要的就是要懂得 怎麼樣去控制風險 舉個例子 像今天 憲榮老師鎖定了重電股當中 1514的亞利 在利多頻傳之下 昨天股價大漲鎖住漲停 但是發現主要買盤 疑似又來自於短線大戶 當早盤衝高上去 散戶搶進之後 又有大戶拉高出貨 轉弱訊號出來 我們短空先賣 不過今天我們一早 建立會員配 132附近 短空先做賣出之後 到了10減19分 發現到有兩派大戶在那裡 多空 劇烈廝殺 有人再出 但也有人想要再拉上去一波 這樣的狀況 入死誰走 比較難講 風險變大了 所以風險變大 我們穩中求勝 而且是先求穩 再求勝的原則之下 找盤132賣 那時候市價在133附近 建立大家先買回 小賠一塊錢收回資金 明天再來找賺錢機會 這是我們操作的原則 先顧好風險 再漲求怎麼樣去賺錢 寧可看錯小賠就跑 不要讓大賠發生 這是我們操作的原則 當然講到這裡 如果剛看 憲榮老師節目的投資們會說 這個老師好奇怪 今天賠了一塊錢 也拿出來講 沒錯 這就是憲榮老師 成立幾品操盤團隊 就是希望在這市場上 立下一個標杆 讓大家知道什麼叫做 專業用心 重點是有誠信的操盤服務 重點是什麼叫誠信 很多投股老師天天在節目當中 吹噓自己大獲全勝 每天都一大堆的股票漲停板 你跑去加入 覺得好厲害 天天大獲全勝 跑去加入都發現 最後都假的 原來這些老師 每天推薦三到五檔股票 給各種會員 所以一個月含過幾十檔股票 總有幾檔有漲 有賺錢就拿出來講 賠錢的套勞的都藏起來不說 這樣能幫你賺錢嗎 你加入發現都假的 有些老師是含進股票 不適合停損 每天跌了就買跌了就買 把你的錢當作用不完 要無限加碼 只要一反彈 就告訴你最低點買的賺多少 問題出在 你有用不完你的錢 可以跟他無限加碼 買在最低點嗎 不行 有些老師有賺錢 就叫你當充充掉 看錯就叫你放波段 再三叮嚀 這叫做兵家打擊 千萬別這麼做 因為他會讓你看對的股票 很快就出掉 反而看錯的股票 你才來放波段 你會發現 最後滿手的股票 放波段的 都是你看錯的 到最後你賺都賺到小錢 反而放波段 都賠大錢 都是這麼來 所以千萬不要這麼做 那第四個 很多老師甚至會把會員 分成N組 每組股票都不一樣 對不對 所以電視上永遠有一組會員 今天股票漲停板 恭喜大家 有沒有那一組會員 不知道 只知道你加入之後 怎麼每天老師在電視上 秀著漲停板 永遠不是你參加的 你是不是都遇過 這樣的頭顧老師 天天漲停 天天大獲全勝 加入之後發現都假的 那謝榮老師強調 當然我不可能 帶你天天賺錢 那是不可能的神話 但是你放心 剛才講的這些 都不會發生 因為雖然不能保證 你天天賺錢 但是我給你別人 沒有的四大保證 第一個跟著我做當衝 當衝股當天待進 必定當天待出 第二個 每天最多 只有兩檔當衝股 那第三個 每個會員收到當衝股 都會是相同股票 所以我們會員就很單純 你要做波段 有波段會員 要做當衝 有當衝會員 那當衝會員 當衝股當天進 當天出 每天也最多兩檔 那所有會員 都是同樣股票 第四個 最重要 如果節目上中 秀的當衝股 跟會員收到不一樣 老師當場賠償100萬 而且永遠推出股市 給大家百分之百的 人格誠信保證給你 持續堅持 不說謊 不騙人 誠實報告 每一筆操作 當然更重要的 也是利用這個機會 再三叮嚀大家 做股票最重要的原則 我們先研究 怎樣不傷身體 再來講求效果 也就是先去顧好風險 再來掌握賺錢機會 像今天這地方 萬一看錯 小賠就跑 不要讓大賠發聲 看對有時候小賺 四季大賺 像今天我們亞利 132附近短空 兩派大戶在那裡 多空四差 不對了 133就趕快回補 這樣子小賠一塊錢 假設你今天做個七張好了 八張好了 八千塊 無傷大雅 小賠就好 對不對 看對的時候 像我們之前 做中電股試電 也是前一天鎖漲停 隔天大戶再拉高出貨 轉弱訊號出來 我們277.5賣 271.5賣回 一口氣六塊價差賺回來 四張就是24000賺回來 對不對 上個禮拜 我們也讓中電股 做中心電 也是先賣後買 181賣 177回補 四塊價差 六張又是24000賺回來 甚至像迅捷 同樣前一天 縮思漲停之後 隔日衝大戶 隔天再出貨了 轉弱訊號出來了 我們89.9賣 85.9翻黑買回 四塊價差 12張一口氣48000賺回來 這就是我所說的 看錯小賠就跑 不讓大賠發聲 看對有時候小賺 四機大賺 長期下來 這才能夠成為贏家 那麼認同憲榮老師理念的 更認同憲榮老師這樣 每天堅持不說謊不騙人 有賺沒賺 再誠實報告 沒筆操作 歡迎大家緣分到了 來找我們一起征服 股海 共創雙贏 那這地方 我們接下來 都會持續秉持這樣的理念 歡迎大家 把握這次春季特典 全面358的優惠 廣告休息時間 就來跟我們再聯絡 休息一下 馬上再回來 運達投顧 極品超盤團隊 由河老師親自帶領 專業用心重誠性 提供給您最用心的解盤分析 最前瞻的產業觀點 恰恰分線 02-2781-0909 2781-0909 運達投顧 高老師極品超盤團隊 入會專線 02-2781-0909 2781-0909 限時來電入會 讓您輕鬆享有 最專業的操盤服務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勢 股市民視 現階段手中的標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東乾坤 大家好 歡迎回到第二階段的節目現場 再提醒大家 當台北股市大盤指數 今天來到20883 看起來還在繼續創新高 多頭沒有結束 但這個地方在台積電 鴻海輪流拉升指數 這地方持續創新高之下 你會發現 現在散戶搶進的航運 AI IP智慧財 矽光子 高股息ETF 卻怎樣 輪流在回跌 輪流在套牢 指數在創新高 量的趨勢 卻在持續下滑 這個其實都透露出來 這個行情 不是你想像的那麼簡單 對大資金的 這裡我會建立大家 如果你要買 鎖定有成長 兼存股價值的好股票 逢低買進 分批布局 等到哪一天 漲多高檔爆大量 開始逢高減滿 獲利如貸 對小資族而言 採取盤中滿手 賺了就走 盤後空手 高枕無憂的 快打當衝作戰 仍然是最佳的 操作策略跟選擇 我們的快打當衝 每天提供大家 最多兩檔當衝股 清楚的告訴你 該先買先賣 清楚的提供進場價 預設停損 獲利目標 沒時間看盤 老師幫你看 到了假簡訊通知你 沒到假需要修正 當天進當天出 那現在不管是 想跟著憲龍老師 做當衝 還是賺波段 全面358的優惠 提供給您 春季特典 現在即將倒數 名額有限 指名加入憲龍老師 親自帶領的 極品操盤團隊 讓我們一起來 征服股海 共創雙贏 太陽 組織 平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